我以前小時候真的很討厭 經常跟朋友通街跑 十、一、二歲的時候試過在盂蘭捷 跟朋友仔爬上別人的棋棚 爬來爬去玩 大了之後 不覺不覺就做了這一行 也有四十年了 試過差不多的範疇 做了幾年之後 你都走不開了 記得最初做搭棚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三十元人工一天 在那個時候來說 人工也算不錯 以前搭棚的竹子會一條一條傳上去 我開頭學師的時候 都試過看到有些師傅 拆完棚之後還有些竹子扔下來 現在就不行了 還有以前是用竹滅去拆竹棚 現在竹滅就不流行 就用膠帶,我們叫膠滅 現在想買竹滅都很難買到 我也參與過不少工程 好像維他奶工廠大廈 英軍中心、地方法院 也像楊明山莊一樣 其實有不同的工程用處 那個棚架都有不同的搭法 好像裝修和建築 那個棚架的搭法也不同 氣棚的搭法也不同 甚至乎我們小時候去游泳 海邊有些泳棚 泳棚的搭法也不同 以前的泳棚 甚至乎真的要站在海裡搭 有一天在地盤休息的時候 看到報紙說建造月分裂局請進 那我就試試進來做一段時間看看 我最初打算是做兩年 誰知道做到現在就做了二十多年 後來就轉了在1995年後 就轉了做工人測試 就是說俗稱的考牌官 其實我是做監考員的 做監考就需要嚴謹些 就可以玩玩一下 就為我們的行業本身體骨 做一個把關的工作